这不是我出来之前 跟董璐老师做节目 给国足选了一个上上签吗 结果让亚足联的同志们监听 我挑那五个对手 愣是一个都没跟国足同足 同志们不是老杨水平低 实在是没想到亚足联也监听我们 这个足球的事啊 最近这几期节目说的差不多了 这期就不说足球了 一个人说容易跑题 也没人往回露着点 各位看我们今天这标题 咱们是终于要说NBA了 总决赛都打完了 那凯特和人都拿第18个总冠军了 那个节目都没说凯特和人多惯 今天为什么要说NBA选秀呢 因为今年这选秀我觉得有点意思 它比总决赛都有意思 因为它有这个社会性话题 当然了呢 咱们不分析这些新秀的实例 也不分析哪个队选的好 哪个队选的不好 我呢我就给您整理整理 简单说说这届选秀 有意思的几个点 今年这个情况呢 像我这种不太了解选秀的 是吧 我们也知道 今年是个选秀小年 选完拿名单这么一看 状元跟榜眼都是法国人 六号秀也是法国人 我们得叫法国人 是吧 前六名里边 有三个是法国的 你要说那个去年文班呀 是天降奇才呀 以之独秀 但是好歹去年美国运动员 还守住了二到六名 今年这前六名里边 三个法国的 只能说明 今年美国本土小孩 确实不行 那这个 法国状元叫李萨谢 这什么水平呢 就我专门咨询了一下 我猪 状元李萨谢 这个什么风格呀 他说这人 NCAA白人后卫 缺乏突破和传球能力 就有一手头篮 我说那就是 怎么刚进联盟的 克莱汤姆森呗 给我猪给掖住了 也不吃了几块肉 掖了 然后跟我说 停止无脑的碰瓷行为 李萨谢这种运动员 这个在NBA是车载斗梁 上限太低 我猪觉得呢 在这样一个选秀小年里呢 你选一个不出错的 这个李萨谢 还不如选这个上限更高的榜眼 这个叫萨尔 萨尔这个球员 熟悉这个 关心咱们中国篮球的朋友 可能还有印象 去年夏天 中国U19 打这个南岸事业杯 首战就是打这个法国队 当时杨肯森攻防两端 表现出色 统治了这萨尔 大茂萨尔 当时就说 把这萨尔给活活打成了杨肯森俘 是吧 那这人都俘虏了 那这样的球员 怎么能在今年高居第二顺位呢 因为这萨尔就是 今年所有新秀当中上限最高 也可以说是唯一一个 有巨星潜质的球员 就是他有绝对的身体天赋 2米3身高 2米26必然 运动能力 包括潜在的投射能力 让人能想象他的未来 能想象未来的意思 就是你现在你能吹 你能吹这人将来 可能他是小杰伦杰克逊 你能吹他将来没准是浓眉 最后没准是下一个斑巴 要不然就索恩梅克 过几年打CBA来了 但是眼下你能吹 他让你有个盼头 对吧 万一呢 撑死胆大的 饿死胆小的 所以今年很多球队呢 都出于这个思路 进行了跳选的操作 就是在高顺位选择一些 现在看起来很糙的运动员 这也从一个侧面呢 证明了今年的选秀的实力 确实不行 比如这个熊鹿 在首轮第二十三顺位 选了一个叫AJ约翰逊 他是在澳大利亚NBL 总共就打了198分钟 场均打8分钟 得2.9分的运动员 这连赛表现完全不如周期 这结果呢 首轮第二十三顺位 让熊鹿挑了 反而有两位这个选秀前 模拟进入乐透区的新秀呢 都到第二楼才被选走 包括今年的历史性的 有两位卡麦隆球员被选中 还准备跟那个西亚卡姆 一块组团报答恩彼得 他也都是因为大家觉得 确实今年极战力都不行 这个选谁也不怎么样 我还不如直接挂彩票 万一我挂这一字母歌呢 反正现在流行就是挂非洲小孩 刚才这是说的今年选秀的 一个大致的特点 今天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点 就是选秀的形式有改变 比如说呢 从这个今年开始NBA 就把原来是一天的选秀大会 变成了两天 具体是不是这个 因为有布朗尼才单独出了一天 咱不知道啊 得看明年的情况 但是反正转播权和广告的钱 人家多挣一份 今年这个第一天的选秀呢 美国这边是ABC和ESPN两间直播 第二天次轮选秀呢 是ESPN和ESPN客户端进行直播 中国的话反正您两天都是看输海 输海一日就顶他们所有美国选秀专家 就这样他都没顶住他们那期播客 为什么变成两天呢 我觉得主要还是NBA觉得放一天啊 太紧了 以前选秀在一天的时候呢 这首轮每个选择之间有五分钟的空档 就是从念上一个名字到下一个球队选择好 之间是五分钟时间 到了次轮呢 每个选择之间就只有两分钟了 这时候别说球队做选择了 连广告时间都不够 所以才出现约基奇参选那年 念这约基奇名字的时候那转播画面就出来 那汉堡王这Burger King就出来了 而且呢 从首轮到次轮这一个一个选下来呢 这一场节目一个活动持续的时长太长了 原来一般都是能从北京时间早上六点 干的下午一点去 我说实在的 就正常电视观众谁能在那挺六到七个小时啊 所以从节目化的标准来说 你怎么弄就对电视转播非常不友好 现在呢 变成两天了 是吧 你每天看三个小时 这对电视观众就友好多了 那对想投这选秀转播的广告客户也就更有信力了 而且呢 首轮选秀等待的时间没变还是五分钟 第二天次轮呢 每个选择之间的时长呢 延长到了四分钟 等于还把次轮单独这场节目给拉长了 而且从选秀本身来说呢 中间这个 这个考虑时间别看才多了两分钟 但是已经够 很多球队做出重要的决定了 大家如果看过一个电影 叫这个选秀日 Drive Day 是吧 就能知道这些经理在选秀这个非常操杂混乱的 环境里边能干多少事 当然他讲的是这个 NFL讲的是橄榄球 但是和篮球是一个意思 选秀过程当中 现在就给了球队更充裕的时间 去面对各种变化 这些就是简单啊 咱们简单说说今年选秀的特点和变化 今年呢 您别看这届选秀水平不行 流量还真行 特别是咱们国内流量还真行 其实对绝大多数中国的这个选秀观众来说 什么萨儿 什么李萨西 也都不知道这人是谁 大家主要关注的还是崔永熙和布朗尼 第一天完了之后 自媒体出了标题 崔永熙和布朗尼明日继续联手冲击NBA 也不知道这二位是怎么手拉手拉的一块的 这个小崔呢 咱们前面说了一期节目 小崔到美国训练练得非常棒 而且视讯从个人发挥来看也可以 但其实呢 我们对他选步上是早就有这个心理准备 他自己呢 也有心理准备 因为什么呢 有的朋友说了 选秀小年 是吧 可能中国球员就有机会 其实大家琢磨在一个选秀小年当中 这些NBA球队的选人逻辑啊 这个因为今年这心球质量 尤其是高顺位心球质量确实低 这就让更多的NBA球队 把关注的目光就投向了海外联赛 我们看从去年 CBA赛季刚开始的时候 就有球团来中国看杨岸森了 咱们中国人的逻辑是什么呢 就是我要没完全准备好 我就别去 咱们当时说了 是吧 但其实NBA的逻辑是什么呢 越是小年 我又越选择潜力股 越选择刮彩票 我今年的新秀极战力明摆 这都不行 那欠你们 我还不如发展联盟 讨两个补强球队呢 我还不如选个梦想呢 万一我超上一个呢 所以那时候咱们说 杨岸森的选秀前景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说杨岸森最吸引人的地方 就是他才19 而不是他现代能力 甚至也不是他将来能达到的能力 就是他现在才19岁 他小 这就是NBA的逻辑 跟咱们认知的逻辑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崔永熙呢 他今年已经21了 这在咱们的概念里边还很年轻 还小将呢 但是这在刮彩票这个领域 这就不年轻了 现在全得刮20以下的 刮19的 另外呢 崔永熙的这个身体素质 在咱们CBA可以说是顶尖的 裸足身高2米 B站2.6 原地重跳71公分 能飞能口 手也不小 但是到了NBA这个世界 他的这些静态天赋 就没有优势了 他其实啊 小崔跟其他这些新秀比 最大的优势 反而是他有比赛经验 我打两年职业联赛 我还打过世界杯 我应对比赛的能力 阅读比赛能力 在比赛强度下 发挥我的技术的能力 要强于很多 没正经打过这些联赛的新秀 但是NBA选秀就不止看当下 这就是他们的逻辑 我以前讲过 那孙岳当年去参选的时候 视讯里边暴打那个火箭队 那布鲁克斯 结果一选 人家布鲁克斯27顺位 孙岳40 所以今年大家全都挂彩票 看的就是你的潜力和原始天赋 就不看你的经验 也不看你现代的能力 所以崔永熙原本的优势 在这儿就不是优势 另外呢 其实啊 这个我们在选秀之前 就跟崔永熙的团队聊过今年的 这个情况 大家普遍感觉是比较悲观的 这是实话 因为小崔在视讯的时候 就着重选择了有 有多个第二轮选销权的球队 像大家都知道的 印尼安大不赢者 他们今年是三个二轮签 辉熊有两个 纽约尼克斯有两个 同时呢 还视讯了几个和经营团队 关系比较好的球队 像波德兰开作者和犹他爵士 再加上布鲁克林拦网 一共六个球队 视讯的这几支球队呢 基本上都在选销前 就跟小崔的团队说了 就是我们有明确的选销对象 像不赢者有三个次轮签 都有潜在的选择的对象 他早就定好了 也就是说呢 除非我这些选择对象 都被截糊了 我才会再选择考虑 崔永熙 结果今年这选销一分成两天呢 其实给了大家多一天的时间 去重新评估自己的选销名单 包括第一天选完之后 有哪些高顺位新秀掉下来了 又有哪些对象已经被截糊了 球队可以重新做一个调整 再加上这个第二轮选秀 每个选秀顺位这个时间一增加 就更降低了崔永熙 在现场被考虑的可能性 所以综合这几个情况呢 在选择前大部分 我们行业内的从业者都知道 崔永熙就是很难被选中了 基本选不中 就是大家对这个事判断比较清楚 但是虽然呢 没选上小崔这次尝试 我还是特别赞赏 这个咱们上期节目 简单说了 是吧 这两天小崔这个选修的纪录片 就跳出界限 已经更新第二季了 这个第二季名字叫追梦 小崔在登上去纽约的飞机 参加试运前就说 这两年很少能接触到NBA 或者G League这个级别的运动员 能有这个机会登上这个舞台 对他来说是一个大的人生台阶 我就想起来呢 第一集的时候呢 小崔说呢 我现在有数了 小崔说的是 他在那个环境下竞争了 他对同年龄段的竞争者的实力有数了 我想说的是呢 小崔的这次尝试 其实也让NBA对中国球员的水平 也有点数了 我们的球员 尤其是年轻球员 已经远离世界篮球的舞台 太久了 小崔这次尝试 不止为他个人打开了一扇窗 也让NBA球队和球坦对中国球员 对风险位置的中国球员 以前因为都是内线 特别还有现在中国球员的上进心 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说实话 这个小崔迈出这步不容易的 是吧 我想说一点 就是说任何事都有专业领域和非专业领域的认知区分 这是没办法的 而且大多数人是非专业领域 因为核心专业领域就这么点认 这个事就跟张震霖这个条件 是不是靠他妈进的国家队这事一样 你非专业领域全都认为张震霖就是靠他妈进的国家队 他可能从来都没有看过张震霖打球 他就可以这么认知 而且这部分人就比专业领域的人多得多 所以这叫人言可悲 小崔呢 他这次迈出这一步 这么玩命的训练 视讯挑战NBA选秀 这在专业领域了解他 了解这个行业的人的眼里 这是非常勇敢的尝试 但是在非专业领域呢 非紧密的篮球爱好者 包括在一些广告客户心里边 会怎么想呢 有个中国球员去参加NBA选秀失败了 他们就会给你定义为失败了 你没选上就是失败 哦呦丢脸哦 还不如不去 我告诉你 就是有很多人 他可能都不知道崔永熙是谁 他就会这么想 所以呢 小崔在这种时刻 尤其在社会上 现在一提难栏 几乎已经没好词了的时刻 他能迈出这一步 他是非常坚定的 他是有巨大决心的 所以我再说一遍 我觉得小伙子真棒 小崔在这个选秀路选之后呢 很快就和开斗者签了一份 叫exhibit 10 是吧 这个合同 这两天网上有很多解析 这个合同 怎么回事 马上就要跟着开斗者 打7月12号 开始的 拉斯维加斯下一连赛了 然后就是季前训练营 您还别小看这个 exhibit 10 这条款 其实这算一条款 每个球队只能签六份 这个 这个exhibit 10 这个这个条款的合同 并且只能签一次 还不能续约 所以能拿到这份合同呢 就说明小崔之前的视讯 还是展现了一定的实力 求的愿意给他一个机会 这就不错 说完这个 崔永熙呢 最后咱们 还得再说说 这次选秀的另外 一个主角 布朗尼 我跟你说 就布朗尼这个话题 有社会性 其他的都是篮球话题 就布朗尼这真正的社会话题 最后布朗尼 还是第55顺位 被胡人选中了 不管是之前展现了 所谓浓厚兴趣的太阳 还是号称 想插一杠的爵士 最后都没选 落得55 胡人选了 是吧 当然你说是 他们就 其实人家就根本不想选 本来也没想选 还是说让那 傅保罗给恐吓住了 恐吓其他球队 谁都不宜选 还是傅保罗 明知反正也没人选 我就恐吓两句 这谁也不知道 反正我看 视频他被选中的时候 小伙子还是挺平静的 是吧 这个平静的有点像 那个 报考外地大学 没考上 留在父母身边 上大学的高考考生一样 还是那句话 NBA说到底 是商业联盟 是娱乐联盟 詹姆斯跟他儿子 同台 同队 这一种诱惑和故事性 实在太强了 强到你必须得让他发声 所以你说 詹姆斯为了让他儿子 禁别费多的劲 我说实话 我也不觉得 他费了多的劲 我觉得就算詹姆斯 不说话 胡人也得选 这既是为了詹姆斯 也是为了胡人队自己 胡人队就爱玩这个 胡人队要的 就是这个流量和关注 要的就是这种 唯一性的传奇 历史第一次 也是俩一个队 是吧 咱们下期节目 我再给您说说 为什么胡人就爱玩这个的根源 当然了 这个布朗尼被选中呢 这个话题的主要社会性根源 还是拼爹 拼爹 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不公现象 但是我一看呢 这回大家 或者说 网络主流思潮 对布朗尼被胡人队选中 还比较能接受 哎 您说这事挺有意思 前两天我看李雪芹 说李雪芹说自己拨游泳 但有人翻出来 他当初他有游泳国家二级运动员证书 他可能涉嫌造假 因此在高考当中 获益 大家就不能接受 表示必须演他 是吧 然后这个著名的演员叫王燕 王燕在《还珠格格》里边演过重要角色 秦格格 他儿子一直是打篮球 篮球特长称 今年上北大了 过去的22中在4中 他在北京4中拿的一级证 网友都说 你都不是4中的主力 一个对5个人能拿一级证 凭什么他能拿 大家好像都不能接受 表示必须演擦 但是到布朗尼这儿 我看大家表示能够接受 不用演擦了 是吧 因为詹姆斯确实是他爸爸 这事你没刚才 人家这对他爸爸的地位 他爸爸的传奇 他爸爸的影响 你就这55顺位这位置 你就选别人 你也使不上 还不如就给他爸爸一个人情 这也很正常 这位置你选谁 能向布朗尼能创造 能带来这么大流量 哎 大伙挺能接受 我看有几位媒体老师 说了两句说 布朗尼靠关系好 遭到网友的无情驳斥 我这么一看 咱们这届网友 确实水平可以 我说实话 我觉得对布朗尼的理解 体现了咱们这届网友成熟 愤青没以前那么多了 大伙已经接受了 这个社会运行的规则 这不是开玩笑 因为过去来说 咱们网上有大量这样的网友 他对任何他认为 不公平的现象 极恶如仇 尤其对这种家庭帮助 群在关系 是非常愤怒的 极致愤怒的 但是呢 现在其实 社会表达开放了 信息开放了 大家认知的广度开放了 布朗尼这件事呢 我觉得大家的反应呢 至少确立了几点认知 我给您说说啊 有几点认知 第一 人情世故 这关系 中国人叫关系 美国人叫relationships 后来美国人也改了 美国人也改了 美国人也叫关系了 那这关系 这个 这这就是人情 人类社会的一部分 您别老说中国 美国人也一样 他们那边关系 往不重要吗 不重要呢 布朗尼那南加大 那球队头牌 场军16分 怎么选不上 是吧 中美都一样 全世界都一样 没有人能生活在一个真空社会里 以前老说 好像就咱们中国人 讲人情世故 不是 全世界都讲 哎 第二呢 您说拼爹也可以 您说家庭背景也可以 或者咱们上一个词 您说家学渊源也可以 这就是一个人资源的重要部分 这也可以叫天赋 咱们老说这运动员 这跑得快跳得高 这叫原始天赋 他爸爸是詹姆斯 这也是原始天赋 就面对这种原始天赋 你都得服 是吧 你要不然 你除非你能力比他强的多 否则在同等机会 同等平台上 你就是拼不过的 因为过去很多年 拼爹是个贬义词 但是我觉得现在 大家慢慢慢慢 其实接受这件事了 拼爹就跟拼原始天赋一样 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第三呢 您在社会上生活越久 您越了解我们生活的本源 您就会越接受 或者越相信这句话 就是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 而且人生来就是不公平的 我跟您说 我什么时候认知这件事的 我小学我就明白了 我说那个 小山智利复仇的女人的时候 我讲过 当时国家TV主任 就李芙蓉 李芙蓉儿子跟我一个班 198几年的时候 他们家局长楼住四居室 我们家住平房 你有的病吗 那他儿子 我那同学人特别好 没有任何公子哥的劲头 而且我们俩特别好 我就说这客观事实 是吧 我的机会 我的眼界 跟他的机会 他的眼界 可能一样吗 我六年级那年 我们学校 有一个比我小三岁的 这女生 这女孩是跟我一块 从小一块长大 他当时就三年级 他爸爸是 这个后来国家体育总局 下边一个运动中心的主任 而且金牌大胡的运动中心 他放学有车接 有一天他看见我那等公骑车 他认识我 他说杨毅哥上车吗 我带你回家 因为顺路 我就上他们家车 在车里边 当时他就跟我说的这句话 他前面说什么 我我不记得了 因为年头太长了 但是这是我 这辈子 第一次听见这句话 当时他九岁还是十岁 小女孩跟我说 他说杨毅哥 我最近 我想人生来就是不公平的 就是在不同的家庭 不同阶层的人 你生来就没法比 再较劲也没用 那年我十二 我对这句话印象太深了 所以我早就接受了 而且人家爸爸的成就 也是人家爸爸自己干出来的 所以有时候我在节目里边一说 我说我从小普通家庭长大的 老有那个别人跟那较劲的不相信 我这就普通家庭 最起码我在北京 我肯定是普通家庭 我现在今天我能有的这些 都是我自己干出来的 我觉得就像网友说的一样 就这事人家 詹姆斯和布朗尼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翻过头来说 将来如果有一天 需要我用我的能力和我的资源 给我闺女 我儿子铺路的时候 只要不犯法 我肯定不遗余力 能铺到哪算哪 我要没能力 我就跟他们说 爸爸确实帮不上忙 我确实没办法 但只要我能帮上 我不可能不帮 这是人之常情 我相信咱们听众里边 为人父母的都一样 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所以布朗尼进NBA 虽然他在一定层面上是不公平 因为比他能力强的落选的多了 但是我能接受 我看咱们很多网友也能接受 我觉得大伙现在确实成熟了 另外我说实话 这世界上不公平和阴暗面多了 但是大家网友们 一般只盯着社会名人创造的不公 就盯着詹姆斯的儿子 要不然就盯着王亚的儿子 其实哪怕就在体育领域内 过去这么多年 我们看到我的不公 他使用的方式绝对超出你的想象 而绝大多数根本不为外界所知 尤其过去 现在强调教育公平了 现在你在上大学 你二级证都没用了 过去我们讲过 是吧 那过去当初二级证还好使的时候 那为了给儿子办个篮球二级证 使什么招了 我们没见过 我们见太多了 跟这些相比 我觉得就是詹姆斯利用他的个人的影响 而且把这塑造成一段传奇 对球队也有好处 詹姆斯帮他儿子进NBA 进胡人队 这是我最能接受的 谁的儿子谁不爱啊 大大方方伸手一指 这可是我儿子 别的忙 你能不帮 我儿子这个忙 你可不能不帮 哎 儿子赶紧谢谢叔叔 嘿 怎么回事啊 任然说话呀 我儿子都是人队